走这个黑球,两颗星,三颗星,然后叫到一个黑球很理想的位置,但是这颗球要打进,首先要的是准度。 丁净辉是把主球先出去,也是说这是在郑州进行的比赛。 所以中旬赛是一个巡回赛,每年的冠军赛的地点也不尽相同,我倒是还是认为说应该像英国一样把冠军赛一直某一个城市,比如说这个城市当中的,我认为应该摆在一个青少年水平,培养水平比较高的一个城市。 那么这样每年通过培养呢,这个城市或者这个地区当中的人群的平均的这个观球和理解球的这个素质就会高很多。 并且如果把决赛放十年,这对于某一项比赛的历史沉淀,对于它其实知名度的。 对,因为我们国家实在是幅员辽阔,而且人口众多,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不同的一些文化的背景。 对。 那么,虽然是相似,但又不同。 这一点上来说呢,其实对于某一项运动的推广并不是非常有利的。 哦,投赛。 四分。 他不能把这个球留着,留着跑到哪儿都是不安全。 再从观众的掌声情况来看,就是郑州的台球水平,就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对。 四分。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说,我们就说郑州,就说如果它整个的台球水平要提高的话,如果把斯诺克的决赛一直摆在那儿,摆一段时间,那水平肯定就会高很多。 其实就像是上海,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培养。 我们发觉看这个上海大市赛。 如果一个解说的时候,一般,但是呢,掌声响起来了,其实我们也不用算分了。 就代表超分了。 上海的观众,其实一水平。 走,这个球是落球了。 好球,好球,好球。 好球。 一高人,等等。 这个杆法很容易出错。 但这一杆即便是,一颗星回来之后K到了红球,我觉得问题也不大。 他当然不希望这样了 当然希望是能够自己打得到 右边红球的中带可以去试一试 虽然说很难 但是控制一下力道 倒是可以值得一试 上方的远球也可以试 看看他愿意尝试哪一个 我觉得右边的中带 打不进都没有关系的 但右边第一颗红球成功率会高一些 左侧 你看这边是没有球进的 尝试长球 在长球你不能保证说不漏的 那颗球打完是肯定不漏的 对自己长球很有信心 非常有信心的一般 但是落点比较一般 蛮尴尬的落点 这个六分还得要去拼 而且力道控制非常难 这个球要打得很轻 甚至要带点点拉杆去用刹车球来打 所以他还是选择四分的 这个底带 确实四分和六分相比起来 他选择了防守 对用四分轻轻的碰一下 然后来做五分的吊球 这个球确实有一些出人意表 但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球队散的比较开啊 这个时候比较尴尬 看力道 好的 运气也不错 但这个球 黑球右下的这两颗球 有一颗应该是有下球路线的 确实上这颗球是非常难打 大家想象一下 它比黑球要低 主球呢 很高 看上去呢 因为我们从 这个纵向的摄像机去看啊 看上去这颗球并薄 但是你看如果他来打 这个球的角度是非常大 打进好球 非常好 立道 充分给予到了 Kate的力道 这个打完呢 小股东可以进入一个围球状态 对 用一些小的干法处理掉 剩下的红球 8分 9分 好球 力道控制相当好 破点 对 接下来有没有办法 决定性的做 如果这个球很直的话 应该说还是不错 16 定竿 对 定在那边 然后这个角可以直接向上推轻 叫这三颗红球上方的一颗 24 也是有专专业观众 超分的一杆 不够 25 力道不够 因为看他甩出来的角度就觉得有点大了 好 三颗心 还是推 只是推而已 不考虑了 因为超分 因为超分很多了 所以 31 打不定就会不会再上来了 看看有没有办法进两颗 OK 甘法稍微还是低了一点 其实高一点的话 撞一颗心应该是出得来的 推一个中袋试试 打劲 打劲 厉害 这也纯粹是表演的 好 39 嗯 不行 肖无动39分 第一局肖无动胜 小股东 现在是1比0 领先了丁俊辉 这个在这一届中旬赛 郑州战这一比赛当中呢 丁俊辉之前已经是16连胜了 嗯 在决赛中 第一局呢 是输掉了 那么 小股东也是终止了丁俊辉的一个连胜的事 好 好 好 小股东是什么 对 除了 3 5 6 5 1